你好,大家好,今天是10月31号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S10,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英雄联盟世界赛 然后决赛的一天 大家也都知道呢,我这个人是算是一个电竞迷 然后正好我们的LPL中国的战队也进入了决赛 所以呢,我想录一条Vlog 然后纪念一下我今天一天观赛的心情 那么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走吧 变成我 变成我 真的自由 真的自由 歌声多亲切 敏感开始倾斜 的一种感觉 感觉多强烈 不需要相接 相同当中总有分别 两种风格的交接 感觉多强烈 全体照片是请注意 2020所能的选择比赛开会讯 小明晃晓时候开始 请在工作里面的时间里下 有趣入场 不后入境 晃晓冠军之夜 指引开会议 目标的 特别 目标得 我心逼 目标得 这个机会 是不会是不想档壤的地方 把大招开 激动的心颏抖的手 马上就要开始啦 那开始 我没位置 走向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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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5 5 6 1 1 2 3 5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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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太棒了 太棒了 那现在我觉得也是要感谢的让季养 因为有这样的分手 我觉得他们报告 放给一场这样精彩的较量 他们真的强大 他们真的非常的强大 感谢两军战斗打破这一场精彩的冰 哎 对 反正就是输了就输了 这个苏宁呢已经尽力了 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赛嘛 对吧 哎 亚军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明年再见在立棒 虽然挺遗憾的 嗯 哎 明年再见咯 S11再见 这服务区 苏总就冰了 大方法的 哇 哇 豪华 没见过新的女人 洗手间呢 这样 哇 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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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